不光他这么说 就连他们家老娘们 不不不 何说连亲王狄附近 郭罗罗氏都曾经说过 何喜之有 不知云首何日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康熙61年11月13日 康熙皇帝 驾崩于北京畅春园的清晰书屋 终年68岁 说到这儿啊 这九子夺狄 就应该已经完事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康熙皇帝死的时候 留有遗诏 这遗诏上明明斑斑的 写的清清楚楚 庸亲王 黄四子印针 人品贵重 身销镇宫 必能刻成大统 卓继镇登基 即皇帝位 即遵典制持福 27日示福 布告中外 闲使文职 那么在老皇帝生前 一个个都磨刀祸祸 双眼紧盯着皇帝宝座的阿哥们 就这样甘心放弃了吗 别人啊 咱们倒是可以忽略不说 在这之前夺标呼声最强烈的八个印刺 那位最有故事的皇子 我看呢 咱们是有必要 好好的掰扯掰扯了 其实 早在龙克多 宣读遗诏之前 这些皇子啊 已然知道 谁是大魏的继承人了 因为在当日早些时候 康熙皇帝 弥留之际 在病榻之上 向诸位皇子 已然把老四是一通夸了 这态度啊 很明确 没有人在皇位继承这个问题上 再抱有幻想了 这龙克多 宣读遗诏 也无非就是走一下手续罢了 得知这皇父 要把皇位传于老四 八个倒是很平静 因为他知道 无论皇位传给谁 也不会传给自己 自康熙47年 太子第一次备废以后 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让自己啊 早已失去了圣心 成为了爸爸心里厌恶的儿子 唯一让他感觉有些意外的 是八爷党 立宝的老十四印提 在父亲临死前啊 提都没提 好像这皇位的人选啊 是父亲早就定了下来 老四就那么的顺理成章 坐到了皇帝的那把宝座上 这会儿的老八 正站在畅春园院中 一棵枯树底下若有所思 一丝寒风吹过 老八打了个冷针 他突然感觉到 既然已经认命了 那么我就应该第一时间 去朝贺新军才对 并且得拦着点老九老十 别让他们干傻事 这会儿啊 正是应着那句话的时候 胳膊啊 他永远拼不过大腿 再和四哥拧着劲对着干 那可真叫七军咯 于是他转身 急步的向清晰书屋走 大型皇帝的灵鹫就停在那里 谁想啊 他紧赶慢赶 还是晚了一步 这会儿啊 成亲王印旨 已经抢先给新军雍正 行了叩拜礼了 让他担心的另一件事情啊 正在发生 只见这老九印堂啊 虽然也是泪流满面 但是这会儿啊 他正与新军雍正 面对面的积聚而坐 还好自个儿现在的这位皇帝四哥 也是哭得死去活来 根本没有功夫搭理他 印四看了一眼老九印堂 心里想 兄弟啊兄弟 这简直是大不敬啊 糊涂啊你 我想啊 我在这儿 有必要跟您说一下 什么叫做积聚而坐 这积聚而坐呀 就是插开两腿 坐在别人的对面 是一种非常不尊敬人的表现 这形势上啊 就有点像现在我们都熟知的葛优滩 那么谁曾经积聚而坐过呢 当初荆轲赐秦王之时 亦是荆轲 身上被刺了几十剑 仍然积坐于秦王对面 就表示说呀 爷看不起你 那为什么积聚而坐 是鄙视对方的表现呢 因为中国古人的穿衣习惯啊 是上衣下伤 这下半身里边啊 是个空毯 它既没有钉子裤 也没有三脚裤 和人脸对脸的 展现出这种坐姿啊 那不但很有可能 被人窥视到谋渣着 还可能啊 随之有味道飘出来 所以才说呀 这积座是一种大不敬的坐姿 八爷印刺 趁这会儿皇上四哥 还没注意到老九行径的时候 立刻抢先一步 跪在了雍正皇帝的身边 行了三败九寇的大礼 寇贺的新军 雍正皇帝 看了一眼 跪在下边自己的这位八帝印刺 这位在昔日争夺处位当中 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 新军登基 通常对待自己的政治对手 只有两种处置办法 第一呢 就是唯宇高光厚禄收买之 这其二呢 就是简单了 统统弄死 这第二个念头 在雍正皇帝的脑子里 刚刚划过 那边让这位新军 惊得是一身冷汗 为什么呀 因为他想起了 在康熙47年 康熙皇帝命满朝文武功卿 公选太子之时 这八爷一党的威力之大 实在是吓人 自己刚刚登上皇位 就处理这么硬的政敌 那显然是在玩火 于是他决定 采取更温和的办法 先把八爷印寺稳定住 雍正皇帝登基的第一件事 先把自己兄弟名字当中的印字 改成了云 也许他认为这样做 才能更好地突出 自己夺得皇位的正硕性 紧接着 康熙61年11月14日 雍正皇帝颁布了自己 继位以来的第一道正式御旨 尚玉命贝勒允四十三阿哥允祥 大学士马齐尚书龙科多总理事务 康熙61年12月11日 封贝勒允四为何硕连亲王 十三阿哥允祥为何硕夷亲王 这老八呀不但有了爵位 而且有了官衔 就在康熙61年的12月13日 被授以李帆院尚书之职 转过年来呀 雍正又把公布的一切事物 交给了允四 可是这会儿的廉亲王 出奇的冷静 他竟然对身边的人说 皇上今日加恩 岂知为服明日诸禄之夜 目下施恩 皆不可信 关于这一点啊 我就不明白了 您帮我分析分析 老八这么说 是对未来的预见 还是胡乱的猜测呢 不光他这么说 就连他们家老娘们 不不不不 何说连亲王狄附近 郭罗罗氏都曾经说过 何喜之有 不知云首何日 这意思就是说呀 高兴神嘛 不定哪天掉脑袋呢 这连亲王的附近 郭罗罗氏 是位有故事 有意思的主 您要是想听他的故事啊 您在这公屏上 给我勾一下 我知道您喜欢呀 就麻溜的 把这豪横的满洲奇女子的故事 讲给您听 八王爷老姑们俩这两句闲话不要紧 很快呀 就通过密探 传到了雍正皇帝的耳朵里 有人说 哟 这雍正还有密探呢 当然了 您别忘了 这雍正皇帝还做皇子的时候啊 就自己筹进了宁干处 那可是这京城最大的特务机构 雍正皇帝 听了宁干处的卫士 给自己汇报了老八两口子这些言语的时候 并没感觉到惊讶 因为他给这老八封官家绝呀 也就是为了安抚他 他知道这老八呀 是有正直报复和野心的 是一只训不服的狮子 喂不熟的狗 老八呀老八 你等着我的 就在这雍正皇帝 琢磨着什么时候对老八 及其一党动手的时候 诶 有一件事情啊 把这廉亲王啊 暂时给救了 就在西北 青海 当年这十四爷 大将军王 尹提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反了 罗布藏丹增 清帝国的新军雍正 以及满朝文武 所有的工作重心 都转向了西北战场 这会儿的雍正 可真疼不出精力 来对付八爷党 可是这皇上啊 他天生就是个精力旺盛的人 他一手主持西北用兵 封了自己的亲信 年庚瑶为亲命福远大将军 又利用这打闪认真的功夫啊 放逐了八爷党的骨干老九允堂 分别圈禁了另外的八爷党成员 允额和允提 眼瞧着这连亲王啊成了光杆司令 八爷党名存实亡 并且呀时不时的就把这连亲王叫到跟前来吃对吃对 今儿啊说这八个就爱收买人心 然后把恶名转嫁到皇上头上 明儿呢又说这印寺怕媳妇 什么都得听自己福尽的 导致连亲王子嗣不忘 后呢又倒小茬 说这印寺当年妈妈死了以后啊 为妈妈扶桑百日 纯粹就是为了博取一个至孝的名声 说实话啊 这些话也那纯是皇上有点找茬了 那有人就说了 皇上要有这闲功夫 干嘛不直接就把允四处置了就完了 嘿这还用您说吗 您等什么呢 这雍正皇帝呀 这粘上毛比猴还精 没了毛啊 猴都没他精 他呀是在等两个时机 第一个时机 是要待自己在朝中有了绝对的权威 占服了脚跟 这其次啊 打蛇得打其寸 要想一下子就把允四整至死 咱们呀 得给他找一个现行的罪 这些个原来的听说的罪名啊 治不死他呀 哎 这个机会呀 他说来还就来了 就在雍正二年 年庚瑶率两大军 成催姑拉朽之势 一举歼灭了 萝卜藏丹增的叛军 消息传到北京之后 这雍正皇帝 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般 他立刻就觉得 自己屁股底下这把椅子呀 就像扎了根一样 稳稳的 钉在了太和殿的基座上 再也没有谁 能撼动自己的皇位了 到了雍正四年正月的时候 雍正皇帝终于等到了 可以把老八掀翻在地 完全粉碎 八野党的时机 有一天 雍正皇帝 向廉亲王索要 当年圣祖 给八个所有的猪批 这八个一听啊 心里就琢磨了 少来这套 皇上四哥 您一决定啊 我就知道 您要拉什么屎 自康熙四十七年以后 爸爸康熙老皇帝 给我的猪批手玉呀 就几乎没一句好话 没办法 谁让那会儿 我得罪贪老人家了呢 爸爸的这些话呀 大不计就是老子骂儿子 这些东西 要是到了皇上四哥 您的手里呀 天真家印的 您写到史书里 弄不好啊 我老八就一臭万年了 不给 这东西是绝对不能给 于是啊 他就跟皇上说 皇上 这些东西呀 他年头长了 我找不着了 谁想啊 这里边啊 是雍正做的个橘子 雍正早就尿得他 会这么说了 于是啊 皇上跟廉亲王说 不要紧 你再找找 过了几天 这皇上问 找着了吗 这八个说 哎 皇上 这事我还真找了 回去之后啊 我是把书房上下 和卧室都翻了个遍 后来一问才知道 我那帮手下人啊 一不小心 把这些东西 当废了的信函 全给烧了 这雍正说呀 这么重要的东西 哪能说烧就烧了 你回去再找找 这隐私一听 皇上这么说呀 也急了 说您看 我烧了都已经烧了 我哪还给您找去呀 皇上说 不不不 你回去好好找找 你肯定能找找 这隐私一听啊 更急了 说您怎么还就 真不信了呢 这东西要是 真还在我们家 就让我们全家死光光 雍正皇帝的脸呢 立刻就拉了下来 心想啊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雍正皇帝 一拍桌子就站起来了 怒吼道 因为这点的事 你还敢跟朕 发誓诅咒 难道 下边站的这些 王公贝勒 你的兄弟们 就不是你的家人吗 难道 朕公我就不是你的家人吗 你在庙堂之上 这样发誓 就是既无兄弟之意 也无君臣之意 你呀 回家去吧 回家去等旨意去吧 随后啊 这皇上的旨意 是接连不断的 吓到了 廉亲王府 雍正皇帝 对老八的所有判罚 完全把羞辱二字 放在前头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啊 这第一道旨意来了 并不是先隔掉这 隐私的亲王之旨 这雍正皇帝 打架 伦坂尊是真有出手的 他第一件事竟然是隔去了陨寺的黄带子 这可就有点笑话了 这陨寺啊 他已然不是皇族了 但是啊 他还是王爷 老八的养母 会妃娘娘 这会儿啊 已经被老八从宫里接出来 在自己的廉亲王府养老了 这你既然都不是皇族了 老皇上的媳妇 惠妃娘娘 是官不能住在你们家了 这雍正皇帝 又大张旗鼓的 把这惠妃娘娘 从廉亲王府 接回了紫禁城 这无疑是对老八 以及惠妃娘娘 莫大的羞辱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八 皇上一道旨意 又以这陨寺之妻 恶纪昭著 降旨隔去福尽 修回外家 哎 就是那个豪横的女汉子 郭罗罗氏 雍正四年二月初十 雍命人啊 把陨寺弄到宗人府家 圈禁于高墙之中 咱们竟说这圈禁了 可是您知道吗 这圈禁呢 分好多种呢 这第一种啊 就有地圈折 高墙固之 哎 就像这八爷这样的 还有那大个印之 被圈禁在自个儿的府里 这都算是以地圈折 还有呢 就是以雾圈折 什么是雾啊 这房子就是雾 哎 把你关在这房子里 不让出去 您想后来 在景山圈禁老十四 还有在保定 圈禁老九 这都是以雾圈折 还有两种啊 就太残忍了 没听说过 给谁用过啊 一种叫 有座圈折 接妻而坐 莫能举足 还有一种 更厉害了 叫 有利圈折 就是你站那儿啊 给你画个圈 这种圈法啊 圈不了几天 就把这人圈死了 您可听清楚了 直到圈禁宗人府啊 这老八可还是王爷呢 直到二月二十日的时候 才把这老八的王爵隔去 这下老八隐四啊 他既不是王爷 也不是皇室了 雍正皇帝 甚至在御谍当中 删除了老八的名字 这老八隐四 现在已然成为一位树人了 可是您既然是树人 您既不能姓爱勋觉罗 也不能叫陨四了 那叫什么呀 皇上损透了 皇上说我不知道 你们问他去 就隔三差五的 让内务府的人去问老八 您看 您叫个什么合适啊 这老八说呀 四哥呀四哥 这含着人的本事 您算是到家了 我叫什么呀 你去告诉皇上去 我现在呀 叫阿奇纳 这阿奇纳呀 有人说是狗的意思 也有人说呢 是砧板上带宰的鱼的意思 具体是什么 满学专家都搞不太清楚 您要知道呢 您告诉我一声 也让我明白明白 咱们在这儿啊 就不细掰扯了 总之啊 这皇上家的阿哥 被改了一个 不能再见的名字 这老八刚刚被圈禁的时候 还挺豪横 就跟这个身边 伺候他的太监说呀 我平时在家呀 我就吃一碗饭 我现在我得吃两碗 我呀 是不打算胡乱个儿的死 我得亲眼看着 皇上四哥家的刀 把我杀了 可是八爷呀 这会儿他没醒过枪来 这人死的方法 有一万种 这刀杀 只是其中一种而已 就在雍正四年的九月初十日 顺承郡王西宝向皇帝奏报 说这阿奇纳呀 得病了 症状是不停的吐 就在今儿我的早日起来呀 吐死了 至此 这八个印刺的故事啊 咱们算讲完了 功功过过 自有后人评述 我人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您记准了啊 自要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儿准见 拜拜